吴京主演的电影《战狼2》 在结尾的画面有一本《中国护照》 护照旁打了几行字 无论你在海外遇到怎样的危险 请你记住,你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这不单止是电影画面,其实也是真实的行动 近年看国际大新闻,无论哪个国家出现天灾人祸 例如超强台风飞燕吹袭日本关西机场 中非战乱,金三角迷宫河血案等等 中国大使馆对海外国民的撤桥和善后安排 总会成为焦点 不过,近日看阿富汗变天的新闻就有些不同 好像欠着些什么 画面传来,阿富汗首都赫布尔的机场 每天都逼满逃走的人 有人在跑道上追着飞机 有人爬上机翼在半空跌下来 有人被美军开枪阻截 美国国防部声称,未来这几个星期 会撤走一万的僑民 意大利国防部亦表示 七架飞机正是不分就夜地运载意大利的国民离境 而法国,西班牙,挪威,希腊,瑞典,奥地利, 罗马尼亚,印度等等也宣布 撤走所有使馆人员和国民 路透社报道,日前已有超过2,200个外交官和外国人 撤出了阿富汗 但看来看去,为什么没有中国撤桥的消息? 台湾新闻甚至说,中国为了抢占中东利益 冒险一搏,打开住阿富汗大使馆之门迎接塔利巴 但实情是怎样的呢?我们先看看时序吧! 8月15日,塔利班不费一兵一卒攻陷了阿富汗的首都赫布尔 美国有线新闻网CNN随即报道 美军将会在72小时内撤走所有使馆人员 赫布尔顺即陷入风声鹤雷 但当人人都争先恐后抢却逃离阿富汗时 中国的僑民早就回到自己的国家 甚至完成了28日的检疫隔离 原来早在7月初,中国外交部已经早着先机 派遣专机去到阿富汗紧急撤桥 如果大家有留意,内地上个月曾出现一条疫情的新闻 湖北一架入境飞机发现22宗确诊和30宗无症状感染者 当时内地的舆论都吵了一阵,说这个航班是爆裂的计时炸弹 而我看了新闻也想,咦?非常时期,为什么会有中东航班飞中国? 不是已经有航班熔断机制吗?一架飞机有那么多病例 为什么没有听闻有官员因为防疫不力下台呢? 原来,那是中国外交部安排的紧急撤离包机 由于国家对阿富汗形势有精准的研判,所以早在5月底 已经提醒国民不要再去阿富汗 去到6月,大使馆提醒身在阿富汗的中国公民和机构 尽早离开阿富汗 7月2日,负责执行撤桥任务的厦门航空 特别派了MF8008的班机飞往赫布尔 将滞留当地的210个企业人员和公民接走 因为仍然有一定数量的中国公民自愿留在阿富汗 所以中国驻阿富汗的大使馆继续开放 而不是像西方国家一出事就关门大吉,执包袱个个逃走 比美军的瘡黄,西方国家的惊恐 这次阿富汗的撤桥行动,中国人的弃定神限 不单展示了中国速度,更见到我们国家 对世界大局的撩如指掌和先见之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